而在台北市中山区有一家公司 昨天晚上申请封街烤肉 却因为太吵 烤肉的烟油太熏人 遭到民居抗议 还被发到脸书社团上公审 甚至有网友把主办人的电话 拿来二稿到处预约餐厅 也让他不堪其扰 食材在烤盘上滋滋作响 让人看了食指大动 中秋节不少人都会升起炭火烤肉 享受热闹气氛 不过却有人烤肉被检举 在车道上席开好几桌 还找来主持人炒热气氛 台北市中山区一间公司的徐姓负责人 中秋节前一晚封路烤肉 没想要却被邻居嫌太吵又太臭 报警检举 主办人出面喊冤 表示自己有合法申请录权 却还是被邻居发到脸书社团公审 甚至还被网友骚扰 现在他们用我的手机号码 跟电话名字 在全台湾的各个平台 这家公司已经第二年举办烤肉活动 去年也没被检举 今年却遭到投诉 请严谨到场了解 现场民众均一规定申请入权 使用道路办理活动 严谨并向烤肉之民众 现场勿宣 草是还好啦 然后其实也还好啦 我觉得还没有到那么严重 毕竟中秋节风节烤肉一年就一次 部分附近民众也觉得没这么严重 只是没想到会烤肉烤出火器 远警针对合法申请录权的活动 也只能进行劝导 至于主办方电话遭人恶搞 主办人也表示不会提告 只希望能和附近邻居都好好相处 记得揣毁灵朝鲜台的报道